有人说,这个世界上好像好人越来越难做了,这让小宝联想到前几天周润发裸捐的事,其实社会上还有很多爱心人士,像韩红,古田乐,从飞等等。 网友们经常吐槽,哪些明星捐款少了,不捐款了,但是你们知道有位明星,在其短暂的一生,共资助了183名贫困儿童,一演400多场,累计捐款300多万,当他生病时,却很少有人来看望他。 他的妻子当时连1万块钱住院费都交不起,更是被曝死和无钱下赞,他就是从飞。 从飞从小家庭条件不好,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了音乐道路,他住过桥洞,吃过别人剩下的盒饭,历尽千辛万苦,终于在歌坛拥有了一席之地。 一次偶然机会,他参加了一次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一演,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慈善资助,先后被授予中国优秀青年志愿者爱心大使, 2015年还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,外人看到他资助儿童从不吝啬,其实他总是超出自己的能力,毫无保留的去资助那些贫困山区的孩子,自己的小家庭反而生活很拮据。 在2005年,从非被诊断出胃癌晚期,因为平时没有任何积蓄,当时从非妻子手里连一万块钱住院费都拿不出,都是朋友凑的。 从非患病期间也安排了自己的后事,捐出了眼角膜,让自己有用的器官能帮助有需要的人。 2006年4月20日,年仅37岁的从非不幸病失,葬礼现场,妻子刑丹抱着还在枪包中的女儿痛哭难过,女儿还曾一度替妈妈擦去眼角的泪水,然而悲剧并没有就此停止。 2011年4月13日晚,从非的妻子又遭遇意外不幸居失,享年30岁。 但唯一值得欣慰的是,他们唯一的女儿现在生活的很好,已经出落的亭亭玉利,从非夫妇也会安息了。